在基本法起草的时候 很多香港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朝委 还有机委就提议 不如你这个国家安全立法 不如就让我们香港来定立吧 因为你的内地的制度跟香港制度不一样 然后中央政府在思虑考量以后 就统一了香港的这个建议 在二十几年来 我们都没有为这个国家安全立法 所以就有着国家安全隐患 开始在2014年占领中环 直到2019年反修例黑豹事件 都体现了外国政府使用香港垫覆中央 所以截斥23条立法 就是完完整整的把这个整个国家安全法律系统完善 二十三条立法就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补充了这个港区国家安全法没有涵盖的地方 加入了一些港区国家安全法没有涵盖的罪行 第一就是叛乱或叛变还有这个敌判 第二大类就是国家机密还有这个间谍活动 第三大类就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这种破坏活动 第四类就是你帮助一些境外的势力来香港 影响香港的行政决定立法决定或者是法院判决 或者是你帮助外国组织在香港的代理员来从事危害 国家安全的活动 国家机密现在香港是没有法律的 所以在二十三条会考虑到加入了这个 为保障国家安全任何人如果非法拥有 获得这个国家机密 那就是犯法 那很多人问是国家机密什么呢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就是军事机密 比如说香港人知道这个中央在我们远海这个城香港布防了 这些布防的这些情形 如果他是知道以后涉入给这个外国的这个 或者他持有这些布防图那就是违法了 另外就是经济上面的国家机密 刑事法里面也讲求两个要求 第一就是manstria就是意图 第二就是actusria就是它的行为 你是基本上是游客 你是来香港观光游览的 你跟外国的这些政府的这些情报机构 根本没有联系的 也没有 香港也不能证明你有这个意图 会去使用这些资料 把它送回你的国内国家去犯法 所以这个根本是外国来的朋友 根本就不需要担心的 香港法律特色就是第一无罪推定 无罪推定的确就是说 在这个警察查案的这个过程中 任何的这种言行撬打 或者是引诱他去做出这个认罪啊 这些都这些证据权都是不可以呈堂的 另外一个方式这个刑事审判的这个要求 就是控方的证据必须是没有合理一点 我们在这个执行港区国家安全法 还有执行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都是会尊重而且体现我们的香港的 刑事法律的这个制度的